大家好 我是小屁 台服天堂M在這個禮拜開放了職業特點的任務 但是在官方公告當中都沒有完整的說明這個任務是什麼 直到我們進入遊戲才知道 這部影片就是來介紹一下這個職業特點任務是什麼 影片開始之前請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並且打開小鈴鐺 首先這個職業特點任務的部分是要70等以上才能接到喔 然後每天的任務是個別的角色來可以接的 所以說是分任務而不是分帳號的 那每個70等以上的角色打3000隻怪物就可以獲得一個職業特點門票 9個門票一次可以做9個硬幣 然後一個帳號就只能做一次而已 所以這個看起來的話一個硬幣應該就是抵消100鑽的那個轉值硬幣 所以說這一次職業特點的轉值任務應該就是讓你省900鑽這樣子 只不過就是有一個地方 因為通常轉值是75等以上才能轉 然後他這次的任務是70等以上就可以做了 所以他這邊又有一個高級變身抽卡 你只要一個職業特點門票就可以做2抽高級抽 這算是還不錯然後沒有限制 所以這個任務對分身流來講的話我覺得是可以解的 雖然說3000隻有點多啊 但你是可以來做這個高級變身抽卡的 好了那以上就是這一次的台服天堂M11月16號新增的職業特點的任務介紹啦 那到底是大轉值還是只能給雷神呢 我們就之後才能夠知道囉 如果你還有任何的新的消息問題情報也歡迎在這部影片下方留言 記得訂閱小屁YouTube頻道 以及把這部影片分享給所有喜歡玩天堂M的朋友們 那小屁LINE的社群也歡迎掃描加入喔 我小屁我們就下次見 大家掰掰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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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同樣子 bes 嘯 我們 我們